大家好 我是林口長根胸腔內科李世宏醫師 根據衛福部103年6月25日公布 102年國人疾病分析 癌症仍是造成國人死亡的主因 而其中不論在男性或女性中 肺癌已連續多年成為國人癌症死亡的主因 造成肺癌的原因很多 包括抽菸、二手菸、環境中的毒素、遺傳因子、肺纖維化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感染 但是最直接且強而有力的證據就是吸菸 早在1950年代就發現 吸菸與肺癌有直接的關聯 根據國際衛生組織統計 每年因為吸菸死亡的人數達600萬人 平均每六秒鐘就有一人因吸菸而死亡 若菸害未能加以控制 至2030年每年將有800萬人死於吸菸相關的疾病 菸草燃燒後會產生4000多種的物質 治癌物達60多種 主要治癌物為膠油 而易氧化碳則是菸品中的主要毒氣 吸菸者將會把這些有害的物質全部吸入肺部 因此 戒菸是最直接減少接觸治癌物的方法 吸菸者的平均壽命比一般人減少13到14年 根據台灣的研究 抽菸死亡人數中約有三成是死於肺癌 兩成是死於心血管疾病 美國國家癌症防治研究追蹤100萬人 長達6年的時間發現 每日吸20支菸的人得肺癌機會為不吸菸者的22倍 每日吸41支菸以上的人得肺癌的機率則高達45倍 而肺癌的致癌風險在戒菸5年以後就會大幅的減少 但是要20年以後才會與非吸菸者差不多 戒菸的效果在20分鐘內就能讓血壓脈搏下降至正常 8小時就能讓血中的氧氣以及易氧化碳的濃度降至正常 抽菸上癮最主要的物質就是尼古丁 尼古丁是主要影響中樞神經的物質 也會產生心血管收縮加快心跳升高血壓 在腸胃道則會促進腸胃的蠕動造成耳心嘔吐腹瀉 戒菸主要靠的是本身的意志力與毅力 但還需要加上周遭環境與家人的支持 但是在初期戒菸有可能會發生尼古丁階段 當發生尼古丁階段的症狀可先以非藥物處理 也可以透過尼古丁替代療法來改善 例如尼古丁的貼片 尼古丁吸入劑 尼古丁的咀嚼錠或口寒錠 但是急性心肌梗塞兩週內 嚴重心慾不整 不穩定的心腳痛 懷孕 青少年 則不建議使用 若有尼古丁替代療法需求者 應該是專業戒菸門診尋求協助 現在我們國家有一些就算是一個藥物的補助 現在戒菸有一些替代療法 那像口香糖的話 它就是裡面有微量的尼古丁 跟香菸比起來它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尼古丁量 所以非常的少 口香糖方法很簡單 你想抽菸的時候就丟一顆口香糖 找個十幾下很快就會有個辣辣的感覺 覺得好像有抽菸的樣子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甚至到一個月 你會發現你慢慢的比較不想抽菸 這個等到你不抽菸就可以停止了 那再來還有戒菸的貼片 一天貼一片就好 會比較建議說每天早上眼睛睜開 第一件事就是先貼 它可以維持二十四小時 身體就是有微量尼古丁的存在 原來上脖子以下 腰以上都可以貼 那每天都要放地方貼 因為還是有尼古丁啦 所以不建議貼靠近心臟 還是會影響 那等到後期說 如果你覺得菸已經剩下兩隻三隻了 你可以試試看說 看要不要減成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讓它劑量減少了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 專門戒鹽用的藥物叫戒壁式 它的劑量有兩種 一個是0.5mg 一個是1.0mg 它裡面完全不含尼古丁 可是為什麼會有效 當你吃了藥之後 你慢慢會發現 你抽菸開始沒有味道 就是它是有點像阻斷那個 身體對尼古丁的吸收 它讓你覺得菸對菸對尼古丁 已經沒有那種吸引力 越抽越沒有感覺 這種的尼古丁的字跡 大部分的人都使用一個月兩個月 效果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個呢 以前在101年前 這個東西都是要自費的 在101年就推出二代健保的戒菸治療計畫 所以你去家裡附近的診所啊 衛生所 只要它門牌有寫二代戒菸 或戒菸門診的醫療院所 你每次去看診 只要拿健保卡 每次的藥費絕對不超過200塊 這樣子你可能努力一下 花個一個月 然後花個兩三百塊 去試試看 也許就有可能 減半甚至是可以戒掉 那我再稍微就是盯明一下 給一個小小的建議就是 如果當你使用貼片 或是戒菸藥物的時候 你一定還會想抽 因為這個的劑量比較低 所以你剛用的兩三天 你會覺得怎麼沒有感覺 還是想抽菸 可是你還是要忍耐 那有時候你沒有抽菸的時候 你會覺得嘴巴少一點東西 會建議你去買一些口香糖 薄荷糖 就是讓你嘴巴 有涼涼的感覺 或有在動 這樣就可以取代你說 嘴巴空空 忍不住 空空的閒閒的就會想拿菸抽 那放後會想抽一根菸 你就是請家人 背一些小黃瓜 芭樂 蘋果 這些低熱量的食物 再來的話可以的話 菸跟打火機最好就不要帶 你只要拿一根菸 你菸這個東西很可怕 你抽一根第二根第三根 你又抽回去 戒菸很辛苦 可是抽回來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你就是要有毅力 如果有戒成功的話 就是要撐下去這樣子 肺癌已成為台灣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但肺癌發生率僅第三名 為什麼會有發生率不高 但是高死亡率的情形呢 最主要的原因 肺癌絕大多數發現時 常常是後期或末期 而後期的病患 對於治療的反應往往不佳 肺癌造成的伴隨問題多 包括腫瘤壓迫 造成氣道的阻塞 肺部感染 肺外器官的轉移 造成的器官衰減 或者是大量的科學等 都會影響臨床上肺癌的治療 唯有診斷為早期肺癌的病患 這樣能依靠手術切除治癒 因此篩檢出早期肺癌 才能達到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的效果 早期肺癌又有無聲殺手之稱 最主要是因為早期肺癌 常常是沒有症狀 當出現咳嗽、胸痛、咳血、喘寧 體重減輕、呼吸困難、聲音沙啞 頸部淋巴結腫大、骨頭疼痛 或頭痛等症狀時 代表腫瘤太大或轉移才產生症狀 大多已經是無法靠手術切除 而措施最佳治療的時機 近年來雖然陸續發展出新興的治療方法與藥物 但是整體肺癌的五年存活率很小於20% 如果是早期肺癌經手術切除後 五年的存活率可達70%以上 因此 若能夠早期診斷出肺癌 將大大的降低肺癌的死亡率 早期肺癌篩檢中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傳統的胸部X光檢查 但是胸部X光有它的限制與盲點 當腫瘤太小時 在胸部X光的解析度下是無法發現 胸部X光是平面的影像 當被骨頭、心臟或橫隔遮蔽時 凌造是不容易被發現的 目前檢查中 傳統電腦斷層可以克服 胸部X光檢查的限制 能夠看得更清楚及更小的腫瘤 但是為何臨床上並無法以此為常規檢查呢?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傳統電腦斷層所接受的輻射劑量過大 一般民眾每年可接受的輻射劑量為1毫希佛 而一次胸部X光約為0.06毫希佛 一次的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需接受5-7毫希佛輻射劑量 而輻射劑量的增加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風險 因此在利弊權衡之下 以傳統電腦斷層來篩檢早期肺癌 似乎是不可惜 然而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 目前新式多切電腦斷層 以大幅降低每次檢查所接受的輻射劑量 單次的低輻射劑量胸部電腦斷層檢查 只有0.3-0.8毫希佛 就能提供等同於傳統電腦斷層的效果 或在配合電腦輔助檢測軟體的分析 可以提高解解的診斷率 根據美國大型有關肺癌篩檢的研究報告 已刊登在2011年醫學重要期刊 新英格蘭雜誌 該醫學發現 在高危險族群中 如肺癌家族史 有抽菸習慣 或長期吸入二手菸者 即暴露在石棉瓦或粉塵的工作環境中 利用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比傳統胸部X光可篩檢出較多的早期小型肺癌 而且經過治療與追蹤後 也發現有效降低20%的死亡率 但這個檢查並非完美無瑕 即使是低劑量 但輻射暴露 仍高於傳統的X光 長期的影響仍需進一步的評估 另外 接受檢查的人 也有九成的人會發現良性的肺部結結 及偽陽性的結果 這會造成受檢者心理上的負擔 臨床上對於已發現的結結 是需要長期且定期的追蹤 今二至三年都沒有形態 及大小的改變 有很高的機率是良性的結結 但是已有少數例外 生長緩慢的肺癌 因此建議 許與臨床醫師討論與評估 並適時的考慮切片 以進一步診斷 因此肺癌的防治 就從戒菸與拒絕二手菸做起 並且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而在伊朗歷席 路邊